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肥美老司机 就是我 他在我在干嘛 今天哪是温哥华的第2场序 如果没记错时间的来我看看时间 还有些人说了刚刚你为什么拍视频的时候都不看时间呢 理由很简单 像我们这种卡车司机根本就没有概念 今天是12月21号2022年 据说的还有三天过圣诞节啊 我说难解你说我还不老是为什么要出来开车呢 有钱 赚呗 都是 穷的都是穷害的但是另外一种方式的 现在吧 不管那么多 干活没干活大家先看看学有多厚好吧 那这是平地上的学我一直要踩进去大家可以看到高度 对吧 如果没记错了第1场雪那下了紧接第2天就化了因为什么温度很高第2天就化了 可今天的这已经下完这场雪是第3天了 我们当时我一下学我知道我哪儿不去了正好在温哥华在家里打游戏 挺开心的 现在我说行了去上短途西雅图 如果我要车要从停车场里出来啊 那上面的雪多厚 给大家看看吧 这是这里的 这是这个车的这是我的车 看他们吹了上面的雪呗 哎呀我的这太阳太晃了 吹了上面的雪估计不管了大家看看吧 因为我紧接着要去清理雪 这期视频的就给大家看看 刚刚怎么清理雪的啊 然后看那边的车 上面也是啊 貌似吹了上面的雪的厚度呢有1尺 1尺多少差不多30厘米吧 好现在呢我把大家给放这里 让大家看看 我是怎么给大家铲雪的 作为一个铲雪一租 我应该有哎呀我给大家拜拜这个这个 调整 啊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清理这样子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清雪的时候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啊 因为现在玻璃融化 玻璃融化之后会结冰 结冰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把发动机热个半小时吧 有着热风之后呢 玻璃融化了我们可以走了 但走的时候呢 最上面的雪呢 就我车顶上面的雪呢 是非常非常厚的 差不多有一尺厚 这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雨刷怎么样工作呢 踩沙车就会往前移 移的时候整个就会把我们的车玻璃全部都挡了 这时候只要我们确保我们的那个雨刷系能工作 别一下来下来的雪太后根本扫不起来就行了 这是我徒弟的车 给他们看看雪有多厚吧 这是converse T680啊 看什么 哎呀 哎呀 哎呀行了 看着就这厚度了 我不说了啊不给他撩了 看着这厚度没有兄弟们 看着这厚度没 看到的厚度没 一个手套的长度 看着了吗 然后 那这样子这里从这里开始 这都全好雪的厚度 行了 我都不该说啥了 因为我不说了 零下十度零下二十三十度是有区别的 我现在的外面的温度零下十度 我手套的现在工作这么一会儿呢 已经开始 发发 我现在不是在给大家装啊就是因为当你温度太低的时候啊 你这个嘴行啊就不行了就说 脏开的面部肌肉已经被拉紧了 所以说我一旦就这种说话的时候呢 不是我装 我必须把口型上的就那么夸张 要不然呢 哎呀我的妈我的脚底洞上 现在外面清零下十度 我继续给大家恢复 你别看着阳光这么明媚我现在跟大家说 现在的时间 是正午12点钟 我修好了 我把血清完了之后呢 我们只开车头走 一会儿见 继续啊现在呢我们在车里能热了几分钟 怎么热了几分钟呢我说我在车里面呆了几分 因为外面气氛确实有点太低了 然后动作嘴都真的就不会说话了现在你看就 就好很多了 所以说呢 哎大家说人怎么样证明你的外面气氛有力 多低呢 这是水啊 这里面是水 啊 下面是冰壳子 全部冰封啊 冻的嘎嘎嘎的 所以同学不行量同学啊 你说这就是水是不是 我车里的有的矿泉水 你看这个矿泉水这是不是有添加成分的他没啥不动 你看真的很神奇啊 同样是水啊 同样是水 这种瓶状水 我刚说完哎呦我靠 大家瞬间刚好 我看着没瞬间 瞬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刚才没有晃是没结冰的我这迷晃瞬间结冰了兄弟们 同样是水 这种瓶状水 哎呀 我刚说完哎呦我靠 大家瞬间看我靠 哎看着没瞬间 瞬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刚才没有晃是没结冰哪我这迷晃瞬间结冰了兄弟们 哎 我牛逼啊咱们再拿一瓶水 我刚才那边瞬间被我这么一摇一晃也瞬间结冰来 哎得劲呢 我后面还有啊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哎瞬间结冰了只要一瓶瞬间结冰了没事咱不着急咱还有咱还有 哎这边是水吧 看 这是水吧 面边我说这个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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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谁家 看着一瞬间 这是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真正的决定 韩兵长 看着 牛逼不牛逼高的韩兵长 魔术的表演到这就没大家就说在车里的温度有多地 已经看着了啊我这不行了 我已经表演了一瓶两瓶三瓶 这一回呢我不知道等一下我给大家网出开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 我车头前面清了雪之后是有雪的 但在清雪之前我们先这个 这是那个防冻液啊 我的防冻液加个喷壶干嘛专门给我的玻璃做清理的 清理玻璃我有专门专业工具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专业工具怎么弄了因为我一直手拍一直操作 喷一点 哎呀 这这这 出门在外一定要看清楚吗对不对 看就是在看这个这个动作 从下网上撸一圈 在从下网上撸一圈 看着没有 学会了吗 然后这边 你就不要用什么抹布抹镜子了 抹布抹布抹镜子又不干净又不好 我说用我们的你觉得喷壶一次也没搞定 不熟练吗 什么叫做专家为什么人家 来两次吗 喷一下喷一下 喷一下喷一下好了 这回呢我们就简单一点 第一遍就是亮着第二遍就从上往下刷 因为有时候有泥吗你看着从上往下一刷 就可以了 你觉得不赶紧再刷一遍 刷多少遍都是一样的 然后紧接下来的我不是 你可以横着刷从上往下 也可以数字刷我喜欢从上往下降刷 因为这样的话一层一层的话的我看得清楚 看着了 大家学会了吗 所以说呢 出门在外 擦玻璃不要用抹布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把小车的我把我的小车停在那个位置 我为什么要停在那个位置呢 我要开车出来 我下车给大家演示吧 因为现在看到我小盘腿坐着 因为太冷了 好现在下去准备 出车 我现在下车了 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车轮子后都已经到这里了看到学已经把车轮子半个都没了 如果说我们要开出来的时候你想学前面学我们要直冲冲的开出来 那直冲冲的开一回来是不是就完了呢 不是 我们直冲冲的开进来之后呢在原理倒回去 把这选的压瓷是给我们压出一条路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停小车的 大车可以出来小车呢有可能出不来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大车开出来把我们的小车停进去 和这时候我会把这边的 来回的多压几遍把他压瓷式的可以让我的小车 进去 我本来想的把这个摄像机的放在地上 可是后来想了 如果我在一不小心咔痴又把 对吧或者说 其他来往的车辆比较多 那里还有修车的 万一把我 把我的摄像机在各下也不合适了 所以说现在呢我把大家的放在我的小车上啊 放在我的小车车顶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开出来的 没有问题吧 我觉得ok了 给我压几次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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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